重點是把工作做好 藝人麻吉大哥黃立成 一手打造的直播品牌 一期media在聖誕節當天 送給員工的大禮 竟然是五月錦裁掉 70多名員工 有其他員工私下透露 這次被資遣的70名員工當中 工程師最多占部門的三分之二 節目部 業務部 VIP部門也遭殃 不過員工也強調 公司確實有給資遣廢漢年終 一期直播發聲明稿回應 表示集團在這個月完成新一輪融資 目前是年度業務需求 進行年末人員考核和調整 對此北市勞工局表示 目前沒有接獲任何申訴案件 但仍會介入了解 只是一期media身為台灣直播龍頭 當初也是藉著黃立成的名氣拓展迅速 仍然在今年六月初 公司才以每股定價八美元的價格 在紐約證交所掛牌上市 不過連續四個交易日 成交量竟然掛零 最後一期直播只好宣布 暫緩IPO計畫白白花了一億元 對公司內部的財政和士氣 都有一定影響 尤其在新加坡Pactor收購一期直播後 股權轉移下市場也傳言 黃立成逐漸減少直接經營 當然麻吉大哥他依然是一個精神象徵 是董事長 但是也有另外一位執行長 後來又加入了一位COO 然後去重新去調整了 他們的企業策略方向 專家透露直播產業崛起快速 但各家競爭激烈 透過這次裁員 也能顯現市場警訊 以及業者新的轉型布局 TV的新聞新聞 虛摩傑無稅台北新聞報導 拿它露直播 扶揶 腿 駿 icho